男队教练,张本喊叫冲击大杨颖,继科就差一点点北京时间6月10日下午,2018年日本乒乓球公开赛结束了南丹决赛,中国选手张继科遗憾地以3比4破敌日本小将张本之和,获得亚军,央视解说杨颖和解说嘉宾刘恒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点评,赛前,杨颖就表示,这是张继科自我证明的一个过程, 比赛开始后,藏敖表现不错,很快取得领先,对此,杨颖表示,张本智和年龄小,想法少,上来就拼,但往往这种顶级的选手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场上的发挥和表现,对于最终取胜的那个球,杨颖说,这板球打得太强势了,充分体现了张继科大满贯的王者风范,能按照他的节奏打比赛,这是个很好的信号, 我还是比较看好张继科,他们的这种高度不是普通运动员可以去比较的,刘恒介绍说,继科属于发动的较快,力量比较高,出手比较狠的一种,但现在还在恢复的阶段,张本属于年轻小将,比较有冲击力的那种,他的喊叫对咱们冲击比较大, 你只要能抓住他的话,他其实没什么,他的球很有特点,但不是说有多好,欧洲人打张本也是不错的,也不怕他,继科还是要抓住他的速度。 第二局,张继科在接载力以11-8拿下比赛,比赛中,杨颖点评到,张继科打出了大满贯的风采,作为一名老将,他在第二局中局,基本驾驭掌控了,局面,和张本志和这种娃娃兵,一定不能过于凶猛,要掌握技巧,让对方犯错。 刘恒也表示,像张继科这种球员,一旦到重要比赛中,他的气场和状态发挥,完全是两个概念,但他同时指出,他的精力和体力,能不能以口气撑住拿下比赛,还要待观察,果然如刘指导所担心的,第三局,继科在优势得的情况下连续失误,以9-11痛失好局。 对此,杨颖说,张继科在控制住对手,最后一反攻的时候,一定不能太发此力,容易出现失误,其实开局以来,他已成功地破坏了张本的速度,但主要是自己的失误太多。 对此,杨颖说,这局张继科有些发懵了,关键第三局要到最后没拿下来,现在就出现了这种连续失误,主要还是精力跟不上,这个球打得太憋气了。 第五局,虽然精力波折,但继科还是以12-10拿到关键一局。 对此,杨颖说,希望张继科保到布拉,再次突破,迎来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,这局他破坏了张本智科的速度,能够打出张继科的模式和张继科的时间。 但第六局,张继科再次以7-11输掉,比赛被拖入决胜局。 对此,刘恒说,我认为他继科在中后局还是应该发动一些,他一直在沉闷地打,激情地球一个都没有,相反张本一直在跳着打。 张继科打,得有点死,反倒是张本打得比较活。 最后一局,尽管曾经率先拿到赛点,但张继科仍然以11-13一旦输掉了比赛。 比赛中,杨颖遗憾地喊着,就差这一点点,今天好多球都是,就差这一锤定音的一把。 而在赛后总结中,他也表示,张继科这场比赛也是竭尽全力,但他在现在的年龄段,各方面还是达不到之前,获得大满贯时的状态。 这可以理解,但还是觉得这场比赛太可惜了,赢到手的球,也有很多机会,恰恰就是最后那板球始终拿不到那一分。 刘恒点评整场时说,这次比赛对张继科是个很大的肯定,虽然很可惜,但从三次比赛来看,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自我的认可,和其他人对他的认可。 只不过因为常年为参加比赛,训练补系统,在场上变化,节奏,凶狠,气场,什么时候给对方施压,还不是很自如,但在恢复过程中,能达到这种水平还是非常好的。 我相信,在通过一段时间之后,他一定会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,到那时候可能又是一个更崭新的张继科。 张北之和的球不能说是好,而只不过是有特点,如果多加研究,对他的技战术把握更充分的话,一旦控制住,咱们还是有很大机会的。 但这个小将有一点比球更要重视,那就是他的人,你看他比赛当中落后多少都喊,包括关键时刻的出手,他是想赢你的,而不是说在关键时刻对峙,极有怀疑或是人有一些软,他不软。 所以他的人可能比他的球要更加值得重视,更具有一定的威胁,所以之后,我们还要对他再多去研究。 杨颖也认为,他这次能夺冠,虽然跟他的个人发挥等方面有关系,但更多的还要从我们自身去找原因,在技术上,并不是张本志和已经达到了奥运单打冠军的水平。 所以如果我们在场上的发动,战机的把握能够再好一点的话,这场球应该是非常容易去取胜的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,张本志和这个人在场上的气势,相反,我们中国男队这些老将就显得有些沉闷一些,当然说,他们跟年轻运动员在场上的表达方式不一样,但该发动的时候,必须给对手一种震慑力和威慑力。